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撒描QR Code 訂閱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喔 川普在美國內部選戰 進入延長賽喔 還在打司法戰的同時喔 網路平台的這一個戰爭喔 越打越兇 然後這一個時間點喔 媒體追蹤報導喔 搞不好川普跟蓬佩奧 很有可能有訪台的外交行程 跟台灣牌喔 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呢 川普相關的團隊 到底會不會在 反中復仇大戰當中 再出大絕招是 全世界睜大眼睛看的 也因為美國內部 川普主政的這一個掌權派 都是對中國政策的硬派喔 今天本本還有一個重要新聞消息喔 美國前總統 民主黨大佬 柯林頓直接表態 他說習近平如果繼續掌權的話 會顛覆美中關係 而且呢 他要敦促拜登結盟至終喔 如果反中跟顛覆習近平變成 整個美國的重大外交政策的 這一個趨勢成形 對於全世界到底會帶來什麼變數 今天事實上呢 美軍的B1B轟炸機喔 還直接喔 飛到中國的航空識別區上面喔 那美軍事實上在西太平洋 非常強硬 珍珠港事實上進入備戰狀態 而中東全面的撤軍 就在這個時間點呢 中國在南海非常囂張呢 引來了日本新首相 菅義偉的批評 而莫德納傳出來最新的疫苗喔 這個成功率效率高達95% 所以昨天道琼挑戰三萬點 今天台股跟台積電再創歷史新高 全世界的政治軍事經濟 會帶來什麼樣的新變局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 王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苗柏亞 大家好 再來是恩觀點的創辦人Mura 大家好 再來是王志聖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王世聰 大家好 好 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 到底會不會因為 川普這四年的 對中國的強硬趨勢 而全面性的扭轉 是全世界觀察的重點 特別是在民主黨內 那這一次呢 開口講話的人是柯林頓 然後刊登柯林頓對中國 對習近平強硬消息的是 Boomber Boomber的創辦人大老闆大富豪 也是民主黨的大佬 現在民主黨的大佬 要主導民主黨的對中國政策嗎 好 師聰 剛剛看到的是 川普在2016年的時候 痛批20年來 民主黨柯林頓家族主導的中國政策 影響了華盛頓對北京的 一切戰略布局 可是現在連柯林頓都表態 柯林頓說 習近平如果長期持續的統治跟掌權 他會徹底的顛覆美中關係 現在看起來 民主黨也想要顛覆北京 沒錯 事實上現在呢 可能是會 白宮會出現一個所謂政黨輪替的情形來說的話 大家都非常關注拜登的這個 未來對中的這個政策 他事實上在今天呢 在這個德拉瓦州接受這個採訪的時候 他有說過 他用國際組織呢 面對這個中國的威脅 那他對於這個關稅的貿易戰呢 他顯然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好那這個 目前的拜登是這樣的說法之後呢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柯林頓 這個家族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呢 在這個一年一度的這個 蓬勃創新經濟論壇展開的時候呢 柯林頓呢 他在這裡面講了一段話 他就說過去的中國跟美國的關係呢 是長遠的發展 因為我們知道柯林頓被定位叫做熊貓派 他跟中國大陸關係是比較好的 他說因為過去的中國大陸他其實 雖然說沒有正沒有所謂的這個任期輪替 但是因為他們會換領導人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來說會比較穩定 但是呢 因為這個習近平要當了長遠的這個領導人之後呢 他讓整個中美關係的本質出現改變 他說我們不應該在假設或是接受一切都會很好 我們要努力的讓他變得更好 所以他就說呢 未來我們可能在這個 跟中國的議題上面來說的話 要跟盟友 包括說像WHO的這個裡面 或是說像北歐這個北大西洋組織裡面來說的話 跟他們合作 互相來對抗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覺得說 難道是柯林頓一個新的這個表態的這個方式 是不是暗示的未來民主黨可能會走一條路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啦 目前的川普其實他是怒火中燒 因為他都認為說這一次我會敗選 大概是跟中國大陸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一個根據最新的最新的消息 美國這邊有消息傳輸說 這個川普啊 他在商務部裡面安插了一個新的工作 那新的工作叫做首席副助理部長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是史都華 他過去呢是川普的這個鐵粉 那川普的鐵粉來說啊 他這一次負責的是什麼 要管理出口的業務 也就是說什麼呢 他有可能會用這個人呢 在商務部裡面來說更加痛打這個中國大陸 所以你要現在好像在美國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共和黨本身或是在民主黨本身來說 對中國大陸的路線是不是在轉變 更趨一致 這我們當然持續觀察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 這個疫苗的問題 我們到昨天晚上呢 美國的這個稻窮的指數呢 衝到接近這個三萬點 那包括說今天早上的台股呢 有在創歷史的這個新高 那昨天傳出的消息是 美國的另外一家 我們到之前有這個輝瑞跟BNT的這個疫苗成功嘛 那這個是新的疫苗 就莫德納的這個疫苗 那這個疫苗是根據他們這個第三期的這個 中期報告裡面的揭露的數字是 目前的成功率是95% 那他們的這個這個試驗方法是他們找了三萬人 三萬人是一半打疫苗那一半打這個安慰劑 那這個打疫苗的人呢 是四個禮拜再回去打一次 那這個確切的這個這個三萬人裡面 有95個人出現武漢肺炎的這個症狀 那裡面有五個人接受過疫苗 也就是另外90個人是沒有疫苗的 那因為根據這樣的統計數字來說的話 這個疫苗有94.5%的這個保護能力 那我們講他這個保護能力 當然比我們之前講到的這個輝瑞跟BNT的要更好嘛 那除了更好之外 因為BNT那個是90% 那這個是95% 除了更好之外 他的保存方式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之前的BNT這個疫苗 沒辦法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提到說 可能是冷鏈不足 因為BNT那個疫苗要在零下70度的這個冷鏈的這個空間裡面 而且他只能夠保存5天 那這一次這個Moderna的這個疫苗呢 好在說他可以用這個2到8度 一般我們這個房間裡面的這個冷藏室就可以了 他可以冷藏30天 那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用零下20度來說的話 運送可以冷藏 保溫的這個儲存可以到6個月 那這個人對美國 因為佛奇就說 哇這個對美國人來說太重要了 因為美國很多鄉下的地方 你光是要運過去的話 也是要這麼多的時間嘛 所以佛奇就說 這一顆這一支疫苗呢 比我想像中要好太多 因為他認為70到75%就非常好 那加上說 這一次Moderna的這個測試裡面來說的話 他有用一些老年人的年長者 然後還有用一些慢性病 還有有色人種進去試驗 所以也就是說 他這一支疫苗的試驗的更加全面 而且他有包含的重症 所以他認為說這一支疫苗大概是可以 最快的話12月就可以在美國 用在一些高危險的這個族群 可能到明年初呢 就有機會在美國 可以讓很多人試打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因為疫苗的這個關係來說 川普馬上就在推特上面說啦 他說你看果然在我的這個 這個Moderna這個疫苗呢 未來會記錄在人類的史冊裡面 是在我的任期中間 完成了這個疫苗的開發 甚至克服了這個中國的這個瘟疫 好那這是川普的這個說法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我們來更新說 目前川普呢 當然他還沒有認輸嘛 他沒有認輸的時候 他繼續在打這個法律戰 那更最新的這個法律戰裡面 出現在喬治亞州 因為他在這幾天來說 16號的這個中午的時間 他又發了一個我贏得選舉這樣的推文嘛 那大家想說那你的 你的這個根據在什麼地方 因為根據這個喬治亞州的這個公布 因為他們現在進入這個人工計票 他發現到說在某一個投票箱裡面 有2600張的選票沒有被記錄 那當然因為這2600張的選票裡面 川普有800張啦 那當然你要說啊這個好像沒有辦法翻轉 目前他在喬治亞州輸14000票的這個事實 但是如果有更多的證據出來說 或許會有這個選舉可能有出現到不公平 或是出現到整個不合法的這個情形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目前在幫他操盤打這個 這個法律訴訟戰的是朱利安尼嘛 朱利安尼就說 根據他們的這個內部的一些資料就說 其實呢川普輸掉了每一週 他們都贏了2到3%不等 他甚至就說 有一個叫Dominion的這個這個所謂投票機 他說在很多川普輸的這個這個州裡面 很恰巧的都用了這個投票機 那這個計票機裡面來說的話 很多來自委內瑞拉啦 甚至還有很多中國人的零件 所以他就說這個可能也是 未來一個可以在這個法律訴訟戰上面 可以打的一個對象 所以你看其實在目前為止 川普還沒有認輸 但是你可以看到從柯林頓的表態 還有目前川普的表態來看的話 他們顯然中國大陸 都變成是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好那窩浩大哥 你怎麼觀察川普本身有兩條戰線 第一條是在美國內部的選戰司法戰 跟媒體大戰 這裡頭要穩定的是他個人的政治資產 另外一條戰線是在中國相關的議題上面 特別是一方面 新任的國防部長替代的米勒直接開口 直接說中東撤軍 但是同一時間美軍在珍珠港大興土木全面備戰 蓬佩奧又有一個這一個外交的新的行程 另外一方面 柯林頓表態 那柯林頓的表態呢 全世界也會睜大眼睛看 因為過去20年來民主黨主政的這一個美國的對中國長期的路線 柯林頓是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之一 對這個對川普來說 當然他第一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的司法戰 這個司法戰能夠取得成果有勝利 能夠這個扭轉這個選舉的最後結果 那第二一個就是說 即使這個司法戰最後不能夠成功 不能扭轉選舉的結果 他能夠維持自己在共和黨和共和黨支持群眾中的聲量 那麼他在這個今後四年 不管他會不會出來再次選舉 還是說繼續作為共和黨的大佬 能夠這個也這個有這個自己 甚至自己這個創造新的媒體 來這個維持他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當然是他現在最關心的 那當然他身邊的人 那些反共的這個大將們 當然是希望能夠在這最後這兩個月 如果他萬一要下台的話 能夠把他的這個反共反中的這個外交政策 能夠作為一個美國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 最重要的內容定情下來 這樣對於下一任拜登政府有一些限制 那個這個態勢也蠻明顯的 從他們公布的川普論中國的這個文件 到最近這一段時間 蓬佩奧的公開發言和這個美國政府的措施 但是我覺得這個川普的這些做法 確實對於這個民主黨是有影響的 就是說民主黨最近無論是拜登的公開發言 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克林頓的發言 他們確實也一再公開說認為中國這個問題 對中國的政策是美國外交的一個重大的問題 要重視起來 那這個這個情況 而且當初歐巴馬是繼承了克林頓夫妻的路線 那希拉蕊本人都曾經是歐巴馬團隊當中的國務卿 那同時呢 JP外界點名拜登有可能未來要用的主要的官員跟幕僚 也都來自克林頓的系統的幕僚 就是說克林頓本身已經變成民主黨的某種程度的大派發 然而如果他是一個鮮明的這樣的表態 他的徒子徒孫跟過去的他的幕僚 很有可能是未來掌權者 也有可能左右跟影響這一條路線跟戰略 是啊 這個你如果注意觀察 從11月3號選舉到現在也兩個星期了 民主黨的頭面人物出來的發言 也在外交政策上也都是集中在談對中國的政策 他們沒有談什麼跟俄羅斯打交道 雖然在選前拜登說俄羅斯是美國主要敵人 可是他們兩個星期一次俄羅斯都沒提 那克林頓當然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過去30年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總統 因為是他在上台之前是強調以這個人權作為對中國的這個最大棒 可是他上台以後完全改變了這個人權政策 而反而把中國拉入了所謂世界貿易組織 然後這個衝過擁抱熊貓的辦法來希望中國拉入全世界的產業鏈 全球化的產業鏈以後能夠改變中國的國內的政治經濟 那他卸任以後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友好 那克林頓的這個資金是大量的從中國拿到捐款 捐款發大財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克林頓現在公開的又重新出來 強調美國民主黨針對習近平這個長期執政的狀況 需要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要對中國重新強硬起來 而且特別是要聯絡盟友 一起來考慮對中國的政策 那確實是有意義的 只不過他提對川普的批評 可能是有一些道理 可是他在實際的提出的解決方案來說 實際上是本質上是回到民主黨 過去幾十年的長期的政策上面 那這個長期政策就是所謂的 通過國際組織的多邊主義 來跟中共談判 然後通過談判 而反對川普的單邊貿易戰 來這個一方面 在一些這個新疆香港這個南海問題上 跟中國加強談判 通過國際組織來加強談判 另一方面在氣候變遷 武漢肺炎問題上 跟中國加強合作 這樣一種兩手策略來這個 應對中國的情況 但是說老實話 第一這個民主黨的這種策略 特別是依靠國際組織的多邊主義策略 來應對中國的挑戰 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失敗的 對 沒有成功過 WHO就是一個最失敗的案例 WTO也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聯合國人權組織也是個失敗的案例 有無數的失敗的案例 但是他們還要重新走老路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一個 說老實話 現在世界上對於氣候的污染的最大的國是中國 但是你要跟中國合作來解決氣候問題 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武漢肺炎也是同樣的情況 武漢肺炎是中國習近平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你要跟中國合作來解決武漢肺炎的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找鬼開要方的這樣一種政策 所以我覺得總體來說 柯林頓提出的這種對中國政策的建議 本質上跟他當政和希拉里當國務卿時候 採取的歐巴馬政府的政策沒有差別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國的內部總統大選 選戰進入延長賽 那這幾乎是一個長期的政治內戰跟鬥爭 但是敏感的時間點 柯林頓表態 柯林頓事實上這個表態 相關的新聞是柯林頓發出來的 柯林頓的大老闆大富豪彭博本身也是民主黨的大佬 這一次在佛羅里達還花大錢幫忙雇裝雇票 然而柯林頓直接表態說 習近平如果長期掌權勢必顛覆美中關係 他用的形容詞是顛覆 所以如今民主黨現在可能想要顛覆北京或者習近平的政權 然而在這一個時間點呢 美軍在南海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 越來越強硬 對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近期看起來美中的這個軍事 對峙跟角力又開始升溫 那在今天有兩架的美軍B1B轟炸機 那直接進入這個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那這個動作當然背後有幾項意涵 第一個當然我們看到解放軍 最近在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前後有一段時間 看起來是這個比較這個安靜的 就是說在軍演上面並沒有太多對外的動作 但是從這個上星期以來 你看到他陸陸續續又開始宣布在渤海在東海要軍演 那昨天又更新突然宣布說在南海 從17號到30號要有一個長達將近半個月的軍演 那應對這樣的一個軍演 他在台海的動作也持續不斷 共機已經這個月連續十幾天 這個派軍機那入侵這個騷擾台灣的一個西南空域 那同時他的一個頻率從過去一天單一架次 現在其實已經升高到一天兩架次 那還有他派這一個075的兩棲突擊艦 那直接到南海去進行所謂的海事 那這麼多的一個開始軍演的動作 當然我們看到美軍也開始進一步在回應 那我們觀察美軍今年一直有用B1B空中的一個武力 來替代海上航母打擊群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當然再配合雷根號回到橫須賀港 B1B再次出現在東海 也就是告訴解放軍 美軍在這個地區並沒有所謂的空窗 那也不要趁這個機會 又想要在這個區塊進行軍事挑釁 那同時還有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解放軍他不斷的用軍機來騷擾台灣的西南空域 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可能是在著手準備 可能未來不管是可能 明年1月20所謂的總統就職前後 那也許是拜登真的就任 那再對拜登的中國政策做測試 他有意可能會宣布南海的防空識別區 所以今天我用B1B直接突穿你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也就是告訴解放軍 即便你在這裡宣布所謂南海防空識別區 一點作用都沒有 你一定要我的空中轟炸機隨時都可以飛到這裡來 那告訴你 你沒有能力在這裡執行你的一個防空警戒 那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除了在東海的情勢 美軍的一艘這一個近期也這半年來 都在西太平洋巡役的這個 美利監號兩棲突擊艦也悄悄的進入南海 當然這個動作跟解放軍的同行的 這兩棲突擊艦075進入南海應該也有關係 所以這一艘這一個兩棲突擊艦進入南海 勢必會讓解放軍加大警戒 因為兩棲突擊艦如果帶著一個兩棲的登入艦隊 解放軍當然會解讀說有沒有可能在近期 在南海對中國做進行奪倒的一個相關 不管是演訓也好或實際的一個突襲 當然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對解放軍來講 他會非常的一個敏感跟持續關注 那在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觀察到尼米茲號的航母打擊群 也先前本來部署在中東 那近期也往回走 等於進入印度洋 那初步來看有可能 先跟這個印度的超日王號航母進行 所以馬拉巴爾第二階段的軍演之後 不排除未來也有可能 繼續向東進入南海 所以這些動作解放軍當然都是 這個看在眼裡 那提高警戒 那可以看得出來 近期雙方在這個印太 特別是第一島鏈這個區塊 雙方的相互的軍事威責跟對峙 會持續的緊繃 那除了美國跟中國的一個對抗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日本也開始運起來 他的新手像菅義偉 非常罕見的在東亞峰會 直接點名批判中國的解放軍 在南海試射飛彈 這樣的一個軍事演習 違反了國際法同時升高的 整個區域的一個情勢 然後他在今天應該是澳洲的總理莫里森 會飛到日本 而且日本這個雙方的這個高層會面 可能即可簽署了一項相互準入的這個軍事協定 這個軍事協定非常特殊是在於說 他已經雙方的軍事合作跟交流的層級 已經會深化到如同美日安保條約 那這也是等於說日本跟美國簽署 美日安保條約之後相互可以防衛對方的一個基建 之後最重要的一個可能國際協定 也意味說日本澳洲基本上完完全全 也站在力挺美國的這一方 那最後台灣的部分我們看到解放軍近期 他開始用這種所謂灰色行動 從空中來騷擾你 從海上用這個彩沙船余政船 或者是說各種的這個海上民兵 可能去壓迫包含像這個台灣的外裏島 甚至東沙這樣的一個行動 其實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也是有能力用一個所謂的灰色 一個防衛能力去應應 特別是我們的海巡署 近期我們看到公開 造的這個準備打造12艘的 這個新型的海防艇 這一個大概用這個 就像過去海軍的這個陀江艦 它是雙船體的設計 那只是把它換成這個海巡署用的海巡艇 那它現在上面展示了 除了傳統的機槍水炮之外 它還配備了一個叫正海火箭彈 這個正海火箭彈有42管的一個火箭彈 一次可以這個發射2.75吋的火箭 等於說對一個面 可以造成一個大的一個火力壓制 那當然它不是作為軍事上面攻擊所用 但是在用於壓制解放軍 或者是它的餘政船 各式的一個海上的一個入侵 跟進逼的行動 其實非常的有用 更重要的是它未來能夠平戰轉換 必要的時候 真的台海爆發戰事的時候 這未來總共有高達12艘的這種 所謂的海巡艦 它可以直接加裝熊2或熊3的飛彈 那如果今天一艘艦 以8枚數字來計算 總共可以高達96枚 也就是說讓台灣的海上的反艦戰力 更進一步的提升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歸根究底 整個印太第一島鏈的一個動亂的根源 其實就在於習近平軍事擴張的野心 只要他這個野心本質不變 未來不管是由誰入主美國白宮 其實基本上 印太都可能還是會處在一個動亂的格局之中 好 那我請教一下致勝 這一次連菅義偉都公開 對於中國解放軍有非常強硬的談話 那習近平反倒是月底之前 有三個對外的外交行程 準備公開露臉 是 習近平其實也很積極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習近平本來過去幾年就很習慣 三部時要出國去進行這種所謂元首外交 主廠外交來展現他自己的這種 所謂的大國崛起 可是今年沒辦法 然後又碰到跟中美之間的對抗 憋了整整一年 好不容易沒選結束之後 從上禮拜到這禮拜 他拼命的安排各種視訊場合去露點 上禮拜其實已經有一次 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這個元首會議 那這個會議當中習近平也視訊了 跟其他的這個上合組織的元首 這禮拜更誇張 這禮拜連續三場 從今天在莫斯科舉行的 BRICS這個金磚五國的會議 然後20號的APEC 這個元首峰會 到21號的G20 當然 APEC跟G20 當然都因為是要配合美學的 管理所延後到這個時候 可是你從上禮拜上合就會知道 上合畢竟是中國在主導的一個活動 他刻意安排在這個時間去講 去出去開始 那代表什麼代表習近平開始自己啟動 屬於他自己想像的多邊外交 習近平在上禮拜上合組織當中 嗆聲嗆到什麼程度 他說多邊主義一定能夠擊敗單邊主義 這在川普光選完舉之後 大家都認為單邊主義的代表是川普 結果一選完舉 立刻習近平的第一場的元首峰會 就直接嗆聲 然後開始各式各樣的元首峰會 他不斷的出席代表什麼 代表他要想要展現說 我才是多邊主義的代表 我既要在這個時間填補 川普在國內選舉上面 忙不過來的真空 來取代多邊主義一個領袖的代表性 二方面也要趁同樣在倡議 要用多邊主義的這個拜登 還沒有上來之前 先填補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甚至對拜登畫下遊戲規則 所以習近平非常的積極 可是積極有沒有用 看起來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在上禮拜的上合組織的會議當中 印度的總理莫迪也出席了 就是中印的兩國元首 在今年五月的這個中印邊界的紛爭之後 第一次正式的視訊會議 結果莫迪直接在視訊上 對著習近平嗆聲說 這個兩國之間必須彼此遵守 主權跟領土的原則 習近平當場被打臉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質疑 其實會持續性的去發生 那習近平還想做什麼 剛剛講 習近平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想走出去 所以他事實上 在這個APEC跟G20之後 他在月底會先派王毅 到日本韓國去做算是採線 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已經傳出來可以到日本跟韓國 去做訪問 可是菅義偉除了在南海上面 問題上面堅決之外 他其實也直接 大概明示暗示的去指明了 今年要 本來在韓國要舉行的 中日韓三國元首的高峰峰會 日本不願意參加 大概已經很強烈的暗示 他不參加了 所以習近平是不是會破局 是不是習近平走出去 這個外交一路線 也可能破局 也有可能 剛剛講日韓就好了 美國的副國務卿 不是克拉克 是另外一位負責安全的 這個Naber 他在他前兩天 就直接點名日本韓國 告訴日本韓國說 其實你這兩個國家 應該要針對中國在新疆 在香港 在台灣問題上面 應該要幫台灣 要幫這些地方 這些國家講話 直接這樣點名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日本韓國還願意 歡迎習近平年底去日韓訪問嗎 這是一個 那加拿大根本不用講 加拿大總理 自己跳 長禮拜自己跳出來說 脅迫是外交 我們不接受中國 這禮拜因為香港DQ的事件 他們的移民部長 直接宣布說 我們繼續更放寬 歡迎香港人來移民加拿大 這直接就打臉中國 德國這段時間的動作 也很頻繁 很有趣 德國商報 直接警告 這個 德國說 RCEP剛通過 那這個是對西方的威脅 德國 應該和 印度 真有趣 從來沒有 德國跟印度要合作 德國應該要跟印度 共同合作 來面對中國 在RCEP上面的經濟擴張 德國現在其實也非常警覺 那甚至 德國有一個 這個連署 已經超過五萬人 那即將 應該在下個月 德國的國會會舉行 聽證會 針對中國的這種 人權上面的問題 要要求 德國國會來制裁 所以你可以看到習近平 雖然看起來好像要試圖 在沒選之後 到處走出去 可是看起來又到處碰壁 也就是說 川普過去的單邊主義 已經為中國的這個制裁 劃下了一個遊戲規則 未來就算進入到多邊體系 看起來多邊的國家 也都準備好磨刀禍禍 要來對付中國的這樣子的一個制裁跟對抗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大選進入延長賽 這裡頭有幾個主戰場 首先是川普的團隊 在幾個搖擺州爭議州呢 還在進行司法的訴訟 這是一個戰場 另外一個戰場 主要核心在社交平台跟媒體 現在川普打算帶著川粉 創建一個全新的自己的數位王國 那Mira這一次 從臉書推特封鎖特定的川普 或者川粉的貼文 然後事實上呢 相關的資訊的揭露跟這個轉發 也影響了這一次這個川粉的動向 所以美國幾個社交平台啊 現在很像台灣一樣 也分裂 我講過好幾次 台灣的韓粉不可能看民視 但是獨派不可能看中天 那美國現在也陷入這樣的狀況 事實上啊 在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啊 無論是在傳統媒體 或者社群媒體 全部都發生這個樣子的狀況 就是主流的傳統媒體 跟主流的社群媒體 對於川普都非常這邊的一個偏見 那在前兩天在禮拜天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川粉啊他們在DC華盛頓 舉辦一個超級大的遊行 現場非常非常多的人 這個遊行呢本身是很和平的 所以這個是世衛啊人很多對不對 但是在遊行結束之後發生什麼事 川普的支持者被毆打 在當街被毆打 以及什麼有一群川普的支持者 在用餐啊 在白宮旁邊兩個block的餐廳用餐 結果被反川普人是丟了煙火進去 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川普後來自己就在推特上面開炮 可是呢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主流媒體 居然對於這麼樣子的暴力 完全沒有報導 也就是說 對於這些川普的支持者 在街上被打 被丟炮足這件事情 完全不爆 當天我打開這個CNN的首頁 我打開紐約時報首頁 都沒有這個 完全沒有報導這件事情 有啦福斯有報導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新聞 但是所有主流媒體 ABC NBC 全部都沒有報導 所以啊 川普的女兒 Yvanka Trump 就說什麼 主流媒體這樣做是很可恥的 這是一個雙標的一個行為喔 那非常知名的黑人作家 Candace Owens 她就說 事實上啊 這些這些施行暴力的 這些所謂的Antifa 這些所謂的BLM的支持者 事實上是民主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軍團喔 而且他們被主流媒體縱容 他們犯罪都不會被報導 然後德州的參議員Ted Cruz 就出來講說 請問你拜登你說 你要heal the nation對不對 但是當共和黨人 當保守派支持者 被打的時候 你民主黨人在哪裡 沒有人出來講話喔 那甚至更誇張的事情 也在發生喔 在這次選舉過後 民主黨喔有個比較激進左派的議員 叫做AOC喔 Alexandra Ocasio-Cortez 他跑出來說什麼 他在推特上面說 你要把所有支持川普的人的紀錄 全部都記錄下來 所有的照片 所有他們講過的話 全部都記錄下來 為什麼要記錄下來 因為要秋後算帳 要徹底的要封殺這些人 簡單來講 要讓他們沒有工作 基本上有沒有覺得 這很像那種黑名單 白色恐怖的黑名單 最近大公報 也說要追殺台獨名單 對 AOC現在這個言論是呼應 北京大公報 真的很像 就很像在北京會做的一個事情 對不對 我們講說民主政治是什麼 民主政治是 我跟你意見不同 但是我尊重 你有說話的權利 我尊重你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可是AOC他們現在要搞的方法是什麼 你跟我意見不同對不對 我不但要讓你不能講話 不敢講話 我還要讓你什麼 徹底在這個社會無法生存 這就讓我們很想到那個之前 台灣有些藝人拿個國旗 就會被中國封殺 這樣的做法跟中國共產黨 有什麼兩樣呢 但是很不幸的 這些事情都在主流媒體上面 不會被譴責 所以現在什麼 在美國這些所謂的保守派的支持者 共和黨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 他們就得逃難了 他們逃到哪裡去 在傳統媒體上他們也要逃難 在社群媒體上他們也要逃難 那傳統來說 傳統媒體裡面的Fox News 是比較支持共和黨的 可是呢偏偏他又是支持 所謂的共和黨的建制派 那跟川普的關係 也沒有真的很好啦 所以事實上 這次的川粉對Fox News 是非常不滿的 因為他是全美國所有的媒體裡面 第一個說亞利桑那被拜登拿走 這讓川粉都非常生氣 所以現在他們就什麼 要搬家 他們看傳統的電視 就不要再看Fox News 那川普這個時候就出來 推薦什麼 推薦一個 本來是一個比較小的頻道 叫做Newsmax 它是一個美國的 有線電視的一個新聞的頻道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 相當小的一個保守派的一個頻道 但是呢 因為川普現在力推啊 就推薦他的粉絲要去看 他的收視率 在兩週內暴漲了183% 他的推特賬號 本來在11月初總統選舉 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20萬人追蹤 現在已經有60萬人追蹤了 這是在傳統媒體的部分 在社群媒體的部分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川普很喜歡發推特嘛 可是推特很喜歡封鎖川普的言論 所以現在有個叫做推特的取代者 就是言論自由的推特 叫做Parler 這個Parler這個社群媒體呢 他就號稱我是最尊重言論自由的 所以保守派的選民 大量的淘向這個Parler這個社群平台 他的這個會員呢 就日的活躍會員 從這個月初是大概50萬人啊 衝到現在已經是400萬人了 也就是說成長了八倍 我跟你講 我年代向前看 在Parler開每幾天而已 我影片喔 多的都已經上萬人要看了 真的 就是說呢 他事實上成長的速度 比我的推特follow者還快 而且他顯然還在大量的成長中 可是我們現在就看得出來喔 所謂社群帝國 他跟大眾綁在一起 他跟政治帝國綁在一起 所以呢 政治上壁壘分明 社群平台現在也壁壘分明 這種分家很像台灣的Cable 就是我形容過幾次嘛 台灣的Cable 不同的電視台 可能有不同的族群跟不同的立場 然而那個不同的族群都變成是分眾了 事實上這樣就變成一個同溫層的效應嘛 因為其實喔 你社群平台本身如果不偏心的話 你如果是很公正的話 兩邊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嘛 問題是像Twitter像臉書 事實上他們對於川普的支持者 是沒有很公平的 所以你是他的支持者 你當然會說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地方 對我是公平的 他們就知道另尋出路了 嗯真的 那波亞怎麼觀察喔 美國現在內部的政治紛亂喔 事實上也影響了對中國跟對台灣的戰略 其實在歐巴馬時期喔 美國的外交犯了一個最大的戰略錯誤是 歐巴馬政府把他國內的議程放在最優先 因此去犧牲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所以並不是說歐巴馬就特別輕忠 而是說歐巴馬對於中國的崛起 實際上是處於比較無所作為的狀態 如果說我們平心而論的話 因為他在國內推行了很多屬於他內政的東西 那甚至是說他為了要去說服民主黨的 比如說反戰的支持者 他甚至在所謂美國與海外駐軍的這個議題上 去犧牲了美國的影響力 那當美國的影響力退縮之後 欸世界上的政治就出現了一個真空嘛 尤其是在亞洲這個地緣政治的真空是特別明顯的 在歐巴馬時期這種所謂的美國的影響力退縮 當然有一部分也是來自於就是民主黨的稍微 比共和黨左一點啦 必須這樣講 因為其實美國的左右 在歐洲看來全部都是右啦 但是他這個比共和黨左一點的成分裡面 帶有一種所謂的 欸美國是不是應該要稍微限縮一下 自己在世界上的影響 這是來自於他們一種 我會把它形容成是一種所謂的 比較畫地制限 就是不肯承認美國確實富有 某一部分上的這個所謂的帝國的責任 這樣子的一個心態上 他收縮了之後 美國在亞洲有些盟友 比如說韓國 比如說日本 當時就會發現說 欸美國好像漸漸的 在亞洲的影響越來越低了 所以在歐巴馬時期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對於中國的合作 對於中國的依賴 其實都是在往上升的 因為畢竟你在地緣政治上 如果美國縮手了 你是不是跟中國就好一點 在這個夾在這個第一島鏈的國家來說 其實都是這樣的 那剛好與此同時 台灣是馬英九執政嘛 所以那個時候不管是ECFA也好 或是相關的政策也好 你可以看到台灣鎖進中國是鎖得越來越深 所以川普政府在這四年來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是美國的國策轉向說 美國要重新恢復他世界的影響力 那當然川普跟拜登他有一個方法論的不同 川普的方法論是說我今天不要跟你玩多邊了 我要跟你玩單邊 因為單邊的時候 我美國是這個American first 我美國不會吃虧 所以呢他要退出這些多邊的組織改成一對一的 這是川普的方法論 那拜登他提出另外一個方法論是說 他要重新加入這些多邊秩序 但加入多邊秩序他要的是美國重回領導地位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討論說拜登上台 然後帶著那一班子幕僚會不會讓美國的海外政策 這個國際關係政策倒退回歐巴馬那個時代 我是認為不至於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的話 未來中國呢可能會成為世界老大 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 因為對於美國來講 美國不是世界的老大 這是最損害美國利益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在這所謂的歐巴馬外交退縮時期 利益受到損害很嚴重的叫做歐盟 因為歐盟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他算是如果美國是第一的話 歐盟就是第二嘛 可是以現在中國的外交的國策來講 中國已經不是去爭世界第二了 中國是直接爭世界第一 所以在這個中國要稱霸 要爭世界第一的過程當中 其實被邊緣化的受損的最厲害的 其實是歐盟嘛 所以這是為什麼剛才智勝有提到說 德國緊張 德國要去找印度來合作 因為德國你作為歐盟的領頭羊 你的重要性是來自於歐盟在這世界上的重要性 所以當今天如果中國他超車 超車歐盟之後 如果他藉由RCEP把歐盟超車去挑戰美國的時候 歐盟反而是受害最深而且有苦說不出的一群 所以我認為歐盟也不會做事美國繼續退縮在世界影響力 因為畢竟歐盟跟美國是這個所謂的like-minded partners 那如果說今天美國老大已經不再是老大 那歐盟自己存亡此函啊 所以我想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跟台灣一樣 都會緊盯著拜登政府 讓拜登政府不要再走回過去歐巴馬那個老路 而是要走回去 你說你聲稱要恢復美國世界領導地位 那就請你做到這一點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內部的選戰進入延長賽 不過呢投票過後呢 兩個成功的疫苗出來 輝瑞本來說它的效力九成 全世界已經睜大眼睛看 那MRNA的疫苗 莫德納呢 這個小型的生技公司 昨天發的新聞稿跟資料說 效力高達九成五 感覺更有搞頭 好那這個是這種 所以呢多頭的資金行情 昨天一舉讓道瓊直接要挑戰三萬點 台積電今天早盤一早看到五百塊 那台積電的ADR昨天在美國盤也看到一百美元 所以全世界看到疫苗之後都狂奔 對實際上連續兩個這個疫苗的這個利多 導致整個美國股市幾乎是往上衝 之前的納斯達克或是費半都創下新高之後呢 最近呢這個美國的稻窮呢 開始在驚喜直追 特別是昨天晚上的稻窮漲了四百七十點之後 整個點數來到兩萬九千九百五十點 距離這個三萬點只有五十點之遙 那實際上 因為美國股市大漲的關係 連帶的台灣的這個ADR在美國也是狂飆 昨天晚上的這個台積電的ADR曾經飆過每股一百塊美金 來到一百零一塊多 那折合這個市值的話是大概五百五千兩百億左右的這個美金市值 大概已經來到全世界第十一大 那因為如果你用五百你用這個九十幾 因為他最後收盤是九十九點二七 如果你用折回來的話 他折合新台幣每股的話大概是五百七十塊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大漲當然導致今天早上的台股整個晚上狂飆 今天早上的台股在這個台積電ADR大漲的狀況之下 一開始又開得非常高 創下再度創下這個歷史新高 那台積電盤中的這個最高點一度來到五百零六塊 也是他的歷史新高 那最後收485.5 因為因為中盤之後出現非常大的這個賣壓 因為畢竟他開得太高了 然後因為他自己在漲 因為這幾天台灣股市往上漲 其實可以說幾乎都是台積電一支在漲 所以說他昨天漲了二十幾塊之後 他貢獻台股就是大概約莫快要兩百一點了 那今天如果你摳掉台積電的話 其實今天台股是一個走跌的這個情形 那也因為他這樣 為什麼台積電在最近會狂飆成這個樣子 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美國的ADR持續在拉大這個溢價之外 因為現在接下來傳出來就是說 現在接貨非常多的集單 包括說像蘋果高通NVIDIA 還有MTK就是聯發科 還有非常多的集單 所以導致他的五奈米跟七奈米 目前都是爆滿 另外一個市場最關心的就是 原本預估說可能明年會下給台積電的 這個Intel的這個訂單 可能因為原本Intel是說可能選擇在台積電 或是選擇在三星 現在可能市場都認為說會把它給台積電 所以你看最近台積電跟三星的市值 就整個被拉開了 台積電往上衝 事實上三星並沒有往上衝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最近很多台積電的新聞 包括前一陣子有公布 就是說他們每一年都會調薪大概3到5% 那因為沒有大規模的結構性的調整 他明年將會大規模的調整 調薪20% 哇這讓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在PTT炸翻了 對啊大家想說 哇怎麼這麼好的企業 我們都很難調薪 他居然一口氣調這麼多 那也就是說他這個 這個如果他大學畢業是3.8萬起薪的話 調高調後會變成4.56萬 那如果是這個碩士是4.5萬的時候 會調到5.4萬 那因為呢今年台積電包括說在南科 甚至接下來在竹科 他還有一個2奈米的這個廠 這個要用非常多人 今年8000人 明年大概可能也是七八千人 所以他需要非常多人 再加上說中國大陸最近在進行挖角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鞏固住 我們人才流失的這個狀況 所以台積電才進行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人才的這個大 大規模的這個結構性的這個調升 那除了台積電之外 包括說像第三季裡面來說 還有聯電還有聯發科 台灣所有半導體都表現得非常好 像我覺得今天有一個人出來講話 叫黃崇仁 雖然說我們不見得是很欣賞他經營企業的方式 但他今天講了一件事 他說台灣的半導體已經是世界No.1 他說美國人不見得會為了保護台灣來保護 不見得會為了保護台灣人而保護台灣 但是呢他會保護美國的資產 或者保護晶圓廠 就是說台灣的晶圓廠已經強勢到 可能比台灣的人命還值錢 對沒錯沒錯 所以美軍不見得要為人命出軍 但是美軍的晶圓廠如果炸毀 美軍也要毀 然後美國一大堆高科技業者也要毀 對沒錯 但事實上也是如此 因為台灣目前台積電的這個股份 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外資嘛 那絕大部分都是美系外資 那說實在台積電在過去能夠演變到今天這個程度 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人才 用美國的技術資源嘛 所以我覺得黃聰仁講的這個話 就值得我們好好的玩味 就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已經強到 各個國家都必須要擬的時候 這就是台灣最特別的地方 所以回歸到一個點 就是這幾天不是很多人在說 全世界這個大家都加入RCEP 台灣被孤立好像很可憐啊 我必須講 事實上如果你需要關稅保護 才能夠存在的產業來說的話 那個在台灣或許不是很好發展的產業 對 為什麼我講的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對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過去來說的話 我們跟中國大道爭了非常久 我們整車可以到中國大道去啊 我們有到中國大道去設廠的 你到中國大道設廠之後 你的競爭力如何 到最後還不是把整個品牌收掉了 你說納智傑 納智傑你有中國市場 你也沒做出成績啊 對啊 所以我才說嘛 所以中國市場並不是台灣政府 害你沒做出成績的 是沒錯 那另外一個 就留在台灣的塑化 紡織跟鋼鐵 我跟大家報告 留在台灣的塑化紡織鋼鐵 都是已經走出跟過去不一樣 他們都要揚氣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產業曾經經歷過 被中國大道一直狂吸的這個資金 前草外移 能夠留在台灣本身下來的 一定都是有非常扎實的技術 或是非常好的管理能力 那雖然沒有錯 這一次的RCEP會對台灣 因為沒有關稅會產生部分的衝擊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過去一二十年來 產業轉型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影響 其實衝擊是相對比較有限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